中时新闻网报道,青年学生深夜集结抗议,太阳花在线。立法院17日展开表决大战挑灯夜战,不少立委受伤,甚至有立委送往台大医院,不过蓝白联手仍持续表决,拼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。 17日晚间9点30分青年学生在立法院前抗议,蓝白违反程序正义,应立即停止院会实质审查。针对青年学生的抗议是否太阳花在线? 作家飘浪岛屿认为,构成318主力的社运团体和青年,八年早就看破民进党。 飘浪岛屿Munch 17日在脸书粉专表示,过去八年,民进党以国会多数,强势通过开放莱猪,没收公投,牢基法休恶,前瞻计划等议题,社运团体不断抗议,痛斥民进党独裁,早已含辛失望。 加上一群318领袖入朝未官,忘记街头抗争的理念,粉饰民进党过错,踩着群众攀权富贵坐领高薪,让当初街头青年学子看清雾透,不会再当热血垫脚石。 他甚至认为,构成318主力的社运团体和青年,八年早就看破民进党。 针对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金17日于立法院院会的暴力恶行,国民党召开民进党,暴力党,赖清德出来道歉,记者会,发言人杨志宇,副发言人邓凯勋,副发言人康进宇等出席,质疑民进党立委的暴力行为,让民进党变成暴力无法党,让台湾的民主蒙羞,呼吁准总统赖清德出来说清楚,讲明白,并对于民进党立委的暴行, 向社会大众郑重道歉。 邓凯勋表示,今天不只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,也是民主最蒙羞的一天,从一早民进党使用插队等暴力手段对待意见不同的人,包含警察、记者、立委、 柯建明要不要把民进党这些暴力立委抓出来道歉。 他细数,郭国文居然冲撞已经72岁的立法院秘书长,要不要道歉。 王惠美居然对警察动手,而且还不认错,道歉。 邱毅盈居然对记者下手,要不要道歉。 最可怕的是,钟嘉宾在全国人民的面前,情报,扑倒国民党立委陈金辉, 这种无理取闹的伤害,要不要出来道歉。 针对民进党记者会都在顾左右而言他,指责别人。 邓凯勋质疑,难道这些错的原因不是来自于民进党吗? 难道不是民进党先毁线乱政,冲撞立法院吗? 至于民进党称国民党在急什么? 邓凯勋反问民进党你在怕什么? 怕你自己过去八年什么事都没有做,对不起人民,害怕人民要反扑吗? 他呼吁民进党不要害怕人民的监督,不要害怕国民党想要推行扶国利民的法案, 这些民意的浪潮,不是害怕就可以挡住的。 他正告民进党,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,但是要破坏它,只要一天就可以。 民进党今天的暴行,所有民众都看在眼里,请民进党好好的即刻检讨你们的暴力行为。 康静瑜则质疑,民进党好意思说国民党暴力。 今天从早到晚上,使用暴力的源头,都是民进党。 是谁为了,抢夺文件,去撂倒一个,高龄72岁的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? 是谁不惜拿着警察的帽子,往警察同仁的脸上,疯狂地猛K,猛打? 是谁推挤辛苦报道真相的记者? 这些都是民进党冷血的本质。 对于民进党记者会大言不惭说要改革,康静瑜批评,过去这些国会改革法案就是民进党提的。 他提及,2008年民进党提案增定刑法的藐视国会罪, 2012年民进党主张国会调查权和听政权要入法。 2015年民进党承诺国会改革三项要点,其中涵盖政府院长的记名投票。 过去这几年民进党完全执政,完全滥权,国会改革的进度在哪里? 民进党好意思说国民党在急。 他反指民进党执政这么久,立法院多数这么久,到底在拖什么? 现在又在怕什么? 是不是担心过去执政下来的滥权,害怕成为民众跟民意要改革的对象? 民进党根本就不是忘记,而是害怕想起来,民进党过去承诺的国会改革主张, 现在一个一个忘记,民进党成了反改革的政党,让人不胜唏嘘。 至于民进党罔顾事实,污指藐视国会罪会让立委成为太上皇,康敬于强调,藐视国会罪在国际上有许多国家都有相关立法, 包括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法国、美国以及韩国等,皆有藐视国会罪的制度设计, 难道民进党在污蔑其他民主国家的议员都是太上皇吗? 还是要帮作虚伪陈述的政府官员开脱? 他呼吁民进党回头试案,支持国会改革法案,不要再用暴力阻挡国会改革。 杨志宇透过播放多支立法院现场影片,让大家看清楚民进党暴力行为的恐怖, 他指出,王美惠手拿着警员的帽子,网该警员头上猛K,事后,王美惠竟然还说立委就可以这样做啊, 他质疑立委可以打人吗?王美惠要不要道歉? 再看到中嘉宾冲上主席抬情报铺倒陈金辉,导致陈金辉的膝盖挫伤, 臀部大面积淤轻,若没有缓冲,陈金辉是不是会有更严重的受伤? 这难道不是杀人未遂的行为吗? 再则,郭国文早上先甩人家一巴掌,下午呢? 成为了民进党最佳四分位,竟然动手冲撞72岁高龄的周万来秘书长, 这不是暴力,什么才是暴力? 此外,邱志伟直接将吴宗宪委员扛起来,并将其的手举起来, 用手肘攻击对方的胸膛,导致吴宗宪肋骨轻微裂伤,送到台大医院诊治。 他强调,民进党难道没有看到这些暴力行为吗? 杨志伟也质疑,今天所有民进党立委的暴行,是不是赖清德指挥? 是不是前几天赖清德宴请民进党立委时,要民进党立委去执行的?